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查杂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外卖行业用户的需求分析 我们说用户当采用外卖的方式去解决自己的吃的问题的时候 那么一般都处在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这里面呢列了四种场景 那么第一种场景呢就是午餐 尤其是午餐的时候可能高峰期排队的比较多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在堂食入午餐的话 那么你会内心会非常复杂 到底是排还是不排 是在这吃呢还是不在这吃呢 这是第一种 那么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通过外卖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 那么第二种情景就是 刮风下雨雾霾大风等等 那么这种不好的一些自然条件下 这时候我不想去出去 我希望有人把餐给我送到我的办公室里面 或者送到家里面 那么这是一种场景 第三种场景呢就是工作非常忙 没有时间去吃饭 下午呢马上有一个紧急的任务去我完成 这时候我不希望把时间用在路上 用在排队上 我希望有人可以把饭送到我的面前 我可以快速解决 继续投入到我的工作当中 第四种场景就是自己就想宅在家里 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美男子 那么这个时候我实在懒得出去 那我就希望有一个外卖大叔给我送来热腾腾的饭菜 那么以上这四种场景呢 是我们往往去放弃堂食而选择外卖的四种场景 我们把这四种场景归纳一下 不难可以发现 那么现在作为外卖的这种用户群体 往往是以下三类用户 第一类就是我们所谓的学生群体 当然这种学生往往是大学学生 大学里面的学生 中学一般都是时常解决 小学一般也是家里或者小饭桌解决 那么第二种群体就是工作比较繁忙的白领 那么他们呢可能工作比较忙 中午呢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去吃饭 那么如果说把时间都花费在排队上 把时间都花费在等餐上 把时间都花费路上 那么显然得不偿失 还不如把时间呢用在多多的休息上 能够呢节省些时间 那么第三种人群呢就是比较懒的人 懒于做饭懒于外出的宅男宅女 当然这三类人呢可能有些重合 懒于做饭懒于外出的宅男宅女 有可能是学生 也有可能是白领 但基本就是这三类 好 那么我们说这三类人群里面 最多的一种人群 就是我们说学生 那么学生群体呢 是在外卖人群里面最大的一类比重的人群 但是奇怪的也是一点 就是说外卖的平台这些产品 没有把学生当作他们的核心群体 为什么呢 其实这些外卖平台对于学生的看法是比较矛盾的 也比较纠结 不想把学生当作自己用户的这种主力军 因为什么 因为学生一般来说消费能力比较低 课单价呢是非常低的 那么大部分学生都是冲着优惠和补贴 去点外卖的 用户忠诚度呢 相对来说比较低 哪家便宜我就去哪点 哪家优惠我就哪家点 哪家送了瓶水我就去哪家点 所以说呢 这类用户呢 其实作为外卖平台来讲并不欢迎 但是外卖平台又不得不重视学生群体 为什么 他们比较看重学生群体的潜在价值 现在你虽然穷 你虽然屌丝 你虽然没钱 但是你毕竟有工作的那一天 当你工作了之后 你对价格就不那么敏感了 你的消费能力就上去了 当那个时候 你已经保留了 习惯了你的外卖的这种爱好 这样的话 你就依然是我的用户 而且就由一个并不是欢迎的用户 变成了一个金主 那这个时候用户 对于这个外卖平台来说是最好的 而且作为学生群体 那么他们在点餐的过程当中 其实对于外卖平台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 首先说推广的时候 由于学生群体居住 这时候无论是推广 还是送餐配送 都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 非常准确的就把自己的外卖产品 推向给了用户 而且呢 学生群体往往比较愿意 尝试新鲜事物 尤其是在你给他了一定好处优惠的时候 他们就会一无反顾的投向你的怀抱 降低你的运营的难度 是你积累最早一批用户的一个绝佳的方法 虽说呢 学生市场 虽然利润不大 但却是每个外卖平台 不得不做的一块 那么我们说和学生群体相比 白领群体其实是各家外卖平台最为喜欢的一类用户群体 也是未来重点发展的一类群体 为什么呀 刚才讲了 白领的群体往往消费能力比较强 那么外卖平台呢 不能总补贴 不能总砸钱 当不烧钱的时候 当希望向赚钱的时候 找谁赚钱呢 当然要找你的白领群体去赚钱 那么这一块利润也是最佳最丰富的 那么面对这一类人群 我哪怕不用烧钱 不用补贴 那么他们都会去买我们的产品 都会去这定外卖 为什么呀 因为白领群体往往更加关注 产品的质量 还有配送的效率 所以说如果是针对白领群体 服务做好 他们就会很开心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百度外卖啊 饿了嘛 都开始自配 自建配送团队 保证送餐的时间是效性 并且呢 接的一些商家 也不再是那些三无的小商贩了 开始建设自己的品牌馆 开始把一些正规的餐馆酒楼 品牌连锁店 接入到自己的平台当中 也是为了满足白领群体 对于这种高品质用餐的一种需求 那么我们从用户的这种地域分布来看 那么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北京 毫无疑问 北京第一 人口比较多 第二 北京打工的比较多 北漂比较多 所以说他潜在的受众人群就比较多 毕竟外面还外卖还是屌丝人群用的比较多 更重要的一点是 北京是众多互联网公司 必争之地 那么大家在北京地区打补贴战 打得最厉害 所以说北京的用人比较多 上海同样也比较多 也是大城市嘛 北上广这三个都是用户比较多的 那么其他的一些中型城市也都比较多 那么这是他的地域分布 北京最多有了他自己独特的属性 因为都是所有互联网集中的地方 那么我们说 外卖市场之所以能够分到整个餐饮市场的一杯羹 他确实在某种角度来看 他是解决了一些问题的 不仅仅是优惠 不仅仅是便宜 那么无论是对于商家也好 还是对于消费者而言 都是解决了很多问题的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传统参与外卖市场的商家 他们有哪些痛点呢 我们说传统也有外卖市场 对吧 传统外卖市场 怎么宣传的呢 是通过发传单 发优惠券的方式去进行宣传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不知道自己发的传单 有没有效果 有多少人是用你的传单 用你的汇卷来点你的外卖 并且这种大海捞针 大海撒网的广撒网的那种方式 用户转号率往往特别低 第二个就是 无论你是发传单 还是说铺一些广告 那么他的这种促销信息往往无法直接的更新 你的传单不可能每天印一次 传单的话 你有这种更新的时效性 促销你也不可能把每个促销都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告诉用户 实效性差 第三个就是信息化水平低 那么以前的外卖基本都是靠电话 那么高峰期间电话接入比较慢 下单的时候呢 由于电话当中有可能出现错误 还有可能下错单 一出错 第四个就是我交易完成之后 很难对用户的数据进行分析 无法把一个数据的这种长期的购买外卖的行为 进行数据的汇总和分析 那么刚才讲了商家段 那么传统外卖 消费者同样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就是 如果通过传单去点外卖 那么可选择的商家非常单一 你只能选择特定商家里面的特定食品 那么第二个呢 是无法查看菜品准确的一些信息 尤其不知道商铺在哪 不知道送餐时间到底有多长时间 那么第三个是无法了解其他顾客的评价 缺少判断 我不知道你这个好吃不好吃 我不知道其他用户吃之后体验如何 没有评价很如很难去决策 第四个就是商战联系方式也不好找 订单丢失了 那么可能也就失去了这个 去外卖的这个机会 并且呢现金交易也比较繁琐 需要现场去找钱比较繁琐 那么我们说互联网给这种外卖市场带来了哪些活力 解决了哪些痛点呢 那么第一个就是商家的宣传方式变得更加多样 通过互联网可以更广的覆盖到你的用户 减少了宣传成本 那么第二个呢 是可以实时的去更新你的菜品 包括你的价格 很多促销呢 都可以第一时间的通知给用户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信息化管理服务 多种点财方式 可以通过电子出单的方式去结算 包括在线支付都可以通过线上去完成 第四个 由于这种信息化电子化的这种方式 使得你的用户数据沉淀在了你的平台里面 那么商家呢 可以通过数据分析 为用户精准的去推送 用户所喜欢的这种菜品 那么我们说 互联网解决消费者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 在一个平台里面 不只有一个商家为你提供服务 你可以在多个商家里面去选择自己想要的商品 第二个是 我们可以通过在线预览菜品的情况 来观来看我们的菜究竟什么样的 那么订餐配送这种时事情况也可以时时更新 了解送餐的这种进程 第三个是可以通过点评系统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点餐参考 第四个 那么可以进行在线的支付 简化消费的流程 更加的方便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那么外卖行业目前来说 主要的用户是以学生群体和白脸为主 那么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无外乎三点 第一个是菜品质量 第二个优惠活动 第三个是送餐速度 当然这个商这个餐品质量里面包含了味道 还有食品安全 那么对于用学生群体来说 最敏感的就是优惠 就是价格 往往呢 优惠多的商户 优惠多的平台 那么学生群体的往往更加喜欢 而和他们不同 白领的却更加注重餐品的质量 配送的服务 那么对于价格呢 就不那么敏感了 那我们再给他总结一下 那么用户定外卖 他的核心需求就是省时省钱省力 省时就是节约时间成本 特别是等待就餐的成本 把这些时间配送的时间 放在我真正想吃饭的之前 那么第二个是省钱 有一定的价格优惠 可以达到这种省钱的方式 省力 遇到刮风下雪这种极端的天气 可以足不出户的享受美食 第四个是省力 可以有多种就餐的方式 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商家 可以选择菜品 那么物流配送 这些优质的服务 可以得到保证 不需要等位 可以选择